偶像剧女王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婚礼 陈乔恩和自己的丈夫艾伦 时隔五年重回相识的地方 完成对彼此的约定 浪漫程度不输偶像剧 活到43岁才觉得我的人生就是一个偶像剧了 说起明星们的婚礼 那真是低调感人的有 高调抓马的也有 那今天咱们就一起来聊聊 明星们的那些出圈的婚礼现场 自从黄晓明官宣了新恋情之后 一众网友纷纷又回忆起了他和baby的如胶似漆 甚至去评论区发baby的照片 直言比不了 女人你差他太多 但是黄晓明还是一如既往的霸气回应网友的非议 尽嫌好男友担当 你别做我来做 当初和baby的恋情也是不被看好 但他依然顶着巨大的舆论 给了他一场世纪婚礼 这么多年了 黄晓明还是那个黄晓明 当初两人结婚轰动了半个娱乐圈 不仅在上海市中心 还是最大最气派租金最贵的上海展览中心 并邀请摩大哥皇室运用花艺师 三千多平的场地 用几万多玫瑰铺满 昆车也是极度奢侈 老四来四打头阵 后面跟着十几辆温驰 皇冠价值百万 钻戒价值千万 人工场地租金五百万 总共是耗费两个亿 但是伴娘服务花了六十九 真硬了那句 骑自行车去酒吧 该省省该花花 点赞了吗 关注了吗 求求你喽 酒席办了72桌 请了六百多个嘉宾 总共来了两千多人 包括带不羡语 当时还是小孩 活动都分不开的帝国三兄弟 当年还是不婚主义的黎心如 当年还没有和崇晓月分手的郑凯 当年还没有离婚的张亮眼和风科 当年还没有做头发的黎小鹿和嘉乃亮 当年还没有发现老婆出轨的王宝强 伴郎团很多熟人 伴娘也有好多一线女明星 里面还混进了一位女装男闺蜜 排场这么大 礼绩也少不了 为了防止出现混乱 还准备了四个保险箱用来装礼金 婚礼现场全程直播 隆重程度更是不亚于总红毯 何炯谢娜做主持 背景音乐还是baby最爱的baby 光赞助商就念了半个小时 后半场小S和蔡康友也现身主持 黄小鸣还现场跳了GD的FANTASTIC BABY 台上的他跳的忘情 台上的他看着投入 太感动了 黄小鸣爱的宣言也是一如既往的霸气十足 除了我妈 baby到底是什么新奇 我们不得而知 但当时形容这场婚礼 就是说baby像童话里的公主一样幸福 看到这样的标杆式婚礼 向左狠狠震撼了 并在六年后 自己的婚礼上也复刻了浪漫 甚至还贴心的找到了城堡 最后成功把自己的婚礼拍成了广告代言 不过因为当初去参加婚礼的人太多 造成了交通拥堵 被人民日报点名批评 后面的人上高点 后面陈小陈燕熙的婚礼 确实低调了很多 第一点选在北京燕溪湖 因为和燕熙谐音 现场耗费八小时 搭建了一条水上通道 陈燕熙坐着小船拼拼而来 十分梦幻 两人的中式礼服也很抢眼 陈燕熙搭配戴的是故宫皇后系列首饰 担架超过六位数 主婚纱是意大利定制 价值百万 最甜的是贡献了婚礼的浪漫一幕 投沙吻 唯一离经叛道的 可能就是新郎的出场音乐 是名侦探柯南 世上最特别的新郎出场音乐 我们的名侦探 我们的新郎官终于出场了 讲笑 吴锡龙和刘诗诗的婚礼 也是很成功的婚礼 以前我老怪他来出场对我不好 对我不公平 让我经历很多 习惯的磨难 让我经历过很多 不开心的事情 可是现在我 我也明白为什么了 因为他把最好的 交给我 不仅薛言人的泪目 还请到了步步惊心里的皇上 为两人主持婚礼 皇上终于同意若曦和四爷了 过客的CP不仅成真了 他从剧里走到了剧外 时代的眼泪啊 梦幻犹如头画 品味犹如小说 婚礼现场便装麻现场 竟然还都是新娘求来的 明星们的婚礼 总是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出圈 要说婚礼史诗级翻车 还得是大S和王小飞 两人结婚当天 狂风大作 而且还是在海边 我们一辈子结一次婚 难道你不能完成我的梦想吗 然后我就开始每天祈祷 希望他下雨 结果呢 那天运气好的事 虽然没有下雨 可是是一个大阴天 而且刮了大风 为了防止花柱被吹飞 四个大汉在后面抱了一天 婚纱被吹起来 把他爸卷进去了 新娘都会有一个噩梦 就是很怕你走到一半 你的衣服会掉下来啊 或是被谁踩中啊 然后我那时候想说 完蛋我的噩梦成真了 我的礼服被我爸卷进去 我待会就会整件流暖 然后我就卷进 然后我心里想说 死定了死定了 然后呢就还好我爸他就最后挣脱了婚线 那一天也是同样的重新云集 高小明月来了 而且因为迟到被媒体采访 经纪人声称太堵了 张慧妹唱了一首阿里山的姑娘 把歌词改成了台北的姑娘美如水 北京的小伙撞入山 那也表示不服 把原本的梦一场改唱了征服 不愧是你一生要强的音乐 高小松看这么热闹 正好宣传一下自己的电影 处女作大舞声 豆瓣评分5.2 可能为了增加点节目效果 他还拆穿了黄小明迟到 是因为要做头等仓 要不然就不来 结果到的时候 婚礼都快结束了 一旁的乌起闲都看不下去 回到家发微博暗潮 真希望除了口头祝福外 知道什么是尊重 其实真的怪不了高小松 主要是现场玩的太嗨了 大S的婆婆张兰还戴着墨镜打夹子骨 太考友和张慧妹抱头痛哭 吴清风也抱着那音哭 当时唯一想上台正经表演节目的刘谦 被挨了一把垃圾泳池 整个游泳池都飘出了扑克牌 为什么这游泳池都是扑克牌 然后就说就留钱的啊 然后后来大家在家并魔术 他都说没办法我现在要游泳了 先上来做什么东西 还有女艺人被小S的老公推到游泳池 而松狐CEO张朝阳偷拍并直播婚礼 被大S发现要拿警棍赶他们走 蔡考友十分心疼也势手拍了一招 不仅现场热闹场外也是很有乐子 大S的前男友周渔民在他婚礼这天没有出席 是因为感冒了上吐下线 标题旧爱白酒宰宰旧 汪小飞的前女友张雨琪 被好几家媒体轮番上阵怼脸提问 前人结婚什么心情奉上了耳聋三连 啊什么你说啥 娱乐圈名唱片加一 谁能说抓马的婚礼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成功呢 她倒很开心啊你不觉得吗 好我开心 好像不开心只有我跟我老公吧 在很长时间以来 这一场婚礼都是娱乐圈最顶级的抓马现场 直到今年皇子超求婚了 在小说走进现实这个赛道 连皇教主来了都难分伯仲 那年他单手插动 连接吻都安排了八百个机位 现场真情喊话 我敢娶你 你敢答应我吗 女人敢动吗 旁边观众把这辈子难过的事都想了一遍 才跟上男女主的节奏 该说不说 这演技 张艺谋在场都得被震撼到 徐一样也为皇子堂准备了青春视频 外面的世界纷纷扰扰 但在我这儿你可以永远做个小孩 网友蜡评图味短剧大结局了 也有不少人觉得恰恰相反 仅仅是求婚都要录一场奏役 不仅请来一众明星助阵 还自费请粉丝观看 他心里的剧本 只怕才刚刚开了头 太想展示反而显得有些局促 像张若云和唐一新的婚礼 其实大家更能get到那种甜蜜 和令人艳心的浪漫 选择在只能结婚 不能离婚的爱尔兰 在当地一座700年历史的城堡 见证了他们的爱情 马思纯给张若云当伴郎 还兼职私仪 颜值在线 气氛热闹 大家都很正常 不愧是模范情侣 连婚礼都这么标准 好了吧 你们今天就先说这么多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